念念于自信 本具薄弱智慧相应 那是什么人呢 明心见心的人 不是明心见心的人 做不到啊 所以他的当机者 别叫是出地 原叫是出注 原叫出注菩萨 破一瓶无名 正一分发身 明心见心了 这个从前禅宗里面常讲的 大切大悟明心见心 那就是念不退了 念念呢 跟智慧相应 决定不生烦恼 端烦恼为菩提了 真正转过去了 这是原教出注 中文里面叫大切大悟 明心见心 教下里面叫大开原解 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叫 理议心不乱 理议心不乱呢 就是别叫出地 原叫出注 别跟语言呢 是看你自己的更新 如果你是原顿更新 那你入这个境界 是原出注 如果你不是原顿更新 那你就是别出地 这个从个人更新不相同说的 别叫跟原教差别在哪里呢 原叫一切大耳化之 原容无碍 别叫别叫里头了 还有斤斤计较 还有执着 换一句话说 他的心量没那么开阔 没那么原容 他守着他自己 这个方向道路 云可贵 云荣自在 别不云荣 没有原教菩萨那么自在 根性 无量界的培植 不是一生一世的 所以我们常讲呢 有人天性很活泼 有人天性很拘谨 那个拘谨 就是小教别教 活泼 那就好像是原教 从这个地方呢 体会 赞同别原的形象 可以 仿佛得到一些 所以这 原见三不退